从星盘中看哪一种男人 婚后责任性更强 可以先看看他的太阳 这里星座无所谓 落宫是关键 最优的位置是 太阳落在第四宫或者是第七宫 并且有日土相位的这种配置 他们会以家庭和伴侣为重 不作不闹 还容易有一点轻微的不自信 而这一点点不自信 会令他们更加努力去打拼 企图以丰厚的物质保障 来弥补自身不足 是值得托付的一类 再看他的火星状态 如果是火巨蟹天蝎双语的男生 则更加的富有同性 他们的行为模式 更加的容易让女生觉得舒服 类似于婆媳同时落水 先救谁的灵魂口温 他们都有很多奇思妙想的妙照 处处照顾着你的感受 也化解了很多潜在的风险和矛盾 同时如果火星在与天顶尘其相位 那更能够说明 他们对已经认定的人 会更加的忠贞执着 另外小行星婚神也很重要 女善身典的任何相位 都说明她对于婚姻 或者是修成正果的关系很可玩 相应的也会很重视这段关系 然后是一段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她的关系